行政院22日宣布 两岸小三通专案复航 从1月7日到2月6日重启小三通 首波开放金马地区乡亲和中国籍配偶 可直接搭船往返金门跟厦门的返乡探亲 但是台商跟一般的陆客不在第一波复航的范围内 听闻此讯的相亲和陆配都感到非常开心 已经将近三年 行政院终于拍板两岸小三通 明年春节分阶段复航 对于因为疫情无法随时返回中国探亲的中国新住民们 听到这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都感到非常开心 外嫁来的大陆新娘来讲的话呢 我当然是希望说可以自由的出入 姐妹们都可以随时回娘家去探亲 对这个当然是很盼望的事情 对 你多久没有回去啊 疫情这期间算下来快三年了吧 对对对 其实都蛮想家乡的亲人们的 我想应该所有的姐妹们都会想第一时间 回去看家乡的亲人啊 朋友啊对不对 已经这么久没见面了 特别现在又是临近春节了嘛 那荷家团圆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不仅是中国新住民地区乡亲对中央终于拍板小三通 在春节前进行复航表示赞同 毕竟将心比心 新住民们受困疫情三年 无法返家探亲 让人不忍 另外复航之后 对在中国经商的乡亲来说是一大福音 也是很希望说这些陆配能够回去探亲嘛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但是我们也是有疑虑就是说 老百姓的疑虑就是说疫情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恐慌 我觉得分阶段比较好 不要前面 前面很恐怖 那个大陆的疫情好像还蛮恐怖的 所以你还是会担忧就对了 对对对一定会担忧啦 我在对岸十年了 因为从2020的那个2月1号回来 就看到说回去要隔离之后 我就没办法回去了 我一直都在福建经商 所以我这段期间就是在社区服务 所以假如说有可以开放的话 你就会马上过 我还会去过去那边 因为我那边有店 我还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我店面的事情 小三童春节专案 让金马乡亲可以不用再回到台湾转飞厦门 时间现在春节前后的两个礼拜 才专案申请 向交通部的航港局申请航班 金门每天最多一班 这次对象仅限金门 大概14万人口2440名入配 并且由金马地方政府负责造册管控 并不开放一般的中国客到金门马祖 以及非涉及在金马的台商 也不适用此次的方案